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因为路面重新修过 所以路面情况要比去年好很多 组委会在这方面也做得比较用心 我们从到张晏 就参加了昨天官方半个小时的试车 那么因为之前的试车 由于天气的原因没有办法进行 今天神沙卧的赛段 跑下来的话整个车况非常的稳定 那么海岸开起来也很舒服 那么时间上面比我们想象的 稍微延后了一点 是因为我们在赛段里面中后段 就已经追上了前面的车辆 有一点小的状况 因为我前面发车的乘风 可能是车坏了或者说别的什么原因 所以我们开到一半 就可能就离得它很近了 到最后面几公里的时候 就是完全是车贴的车 所以可能就看不大清楚路 那个灰尘很大 应该会损失了 可能损失了一些时间吧 可能就这个问题 在张晏 遇到这样的事情就很无奈 因为你想超越它是很困难的 它的沙灰散的比较慢 那么你要跟进它确实比较困难 所以说损失了有挺多的时间 当然在赛段里面 那个可能是因为前车 前车乘风的那个车 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 所以这也没有 也没关系 第一个赛段嘛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车手 但我们自己损失了 可能至少得有30秒左右 因为从后半段开始 就一直有吃灰嘛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考验在于明天 压力呢还好 其实还好 反正比赛才刚刚开始 后面还有六个赛段 七个赛段 所以先开吧 先开 保持今天的这个状态 我相信没到最后一刻 谁也不能不敢说什么 当然希望大家在张晏都好运吧